今天开不开心呀 开心 妈妈 妈妈 妈妈妈 宝宝 爸爸带你回家做好吃的 你看还有你最爱吃的蛋糕 今天是我生日 妈妈怎么过来接我呀 哦 妈妈就是在工作 就叮嘱爸爸过来接你的 你看还有这玩具 也是妈妈给你准备的 走 回家 孩子呢 吃完饭刚睡着了 你没时间接孩子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打电话也不接 我以为老师会给你打电话的呀 画挺好看的 哦 公司表达又是人工送的 哎呀 你这蛋糕 哎呀 你看我给忙忘了 我猜想起来今天是你的生日 孩子的生日 我承认这么多年 没有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让你对这个家不问不问 可是我现在突然累了 我们分开吧 什么叫我不闻不问 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生活是两个人的 龙小夕 你懂生活吗 是啊 我不懂 徐晓诺 你知道菜市场在哪吗 你感受过在嘲杂菜市场 讨价还价的百态吗 你知道在厨房 比油烟呛闹的感受吗 我 你整天一副 不是人间烟火的样子 还跟我提生活 生活是自己给自己的 不是别人给的 这种单方面的付出 我已经尽疲力尽了 你的舞台我退出了 剩下的你让别人来演吧 你一个大男人 买菜做饭之前很骄傲嘛 有钱人从来都不用考虑这些的 你啊 就是在为自己的不思信去找借口 你说的对 我虽没有让你享受过中华富贵 但是我也没有让你受半年委屈吧 你一个月买衣服包包又齐钱 我这件衣服穿了两年都没有换 你说你要新手机 我就去给你买一个新的 你公司卡在我这儿 你哪来的钱 这是朋友推荐最近很火的 专门APP上买的 上面回收的价格很高 我把之前用的那台旧的华费手机 卖了两千多 加了几百块钱给你买的 我虽然给不了你最贵的 但是我能给的 已经是我的全部了 我让你花点钱怎么了 你不愿意给我花钱 外面的人排着都愿意 而且都比你优秀 是多 但是你想过没有 那种生活属于你吗 你是陪人家飞收起家了 还是给了他 事业上的陪伴与帮助 就算对你好 那也是短暂的目的性 和你不懂拒绝的银行 你 离婚可以 那孩子 当你犹豫的这一刻 我已经有答案了 你觉得你带着孩子 你觉得你带着孩子 你再来关系 你再去一周 我提到 compost 你要复杂 我只没人啊 我能复杂 我会打过一周 3 2 2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